书香润泽心灵,读书使人致远 大家好,这里是致远书香,我是宁希 让我们一起品味书香,一起行稳致远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请您点击关注 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致远书香最新的节目 同时也欢迎您给节目点赞、评论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今天阅读的主题是 读懂十二时辰,感受传统中国智慧 时辰大家都不陌生,只是随着钟表的发明 现在用的少了,大家都比较习惯用小时 那么小时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按时辰划分,一天有十二个时辰 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 所以当钟表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 人们把一个时辰叫做一个大时 那么一个终点就叫做一个小时 后来随着钟表的普及 大时的称呼就慢慢地不叫了 小时的说法却一直沿用了下来 这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小时的由来 如今人们更多地习惯了二十次小时制 其实,中国的时辰顺应天时又皆地气 是古人根据一日之间太阳出没的自然规律 天色的变化,以及自己日常的生产活动 生活习惯而归纳总结出来的 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天文立法的一大杰出贡献 蕴藏着满满的中国智慧和文化意韵 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和传承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紫时是十二时辰的第一个时辰 从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 又叫紫夜、中夜 也是人们常说的三晶天 古历分日起于紫半 紫时的天空像婴儿的眼睛一样 黑得非常纯粹 四下静谧,人早已歇下 只有老鼠会悄悄地溜出来活动 所以叫做紫时 这个时段人的气血最虚 所以要记得早点睡,不要熬夜 丑时 凌晨一点到三点 又叫做鸡鸣、鸡荒 此时天地之间好像有一双大手 正把黑夜和白天来相互调转 此时此刻 公鸡会发出初次青蹄 牛棚里的牛正在咀嚼着青草 而人应该处于熟睡状态 才有利于排毒和养元器 银时 三点到五点 又称为黎明、平淡等等 此时太阳虽然还未出地平线 但是遥远的天气 早已经显现出了一线亮光 老虎也在蠢蠢欲动 所以叫银时 熬过黑暗就会迎来朝阳 这天亮前的幽暗 属于所有饱含希望的人 更属于所有坚持着前进的人 卯时 五点到七点 又明破晓 续日等等 只太阳刚刚冒出来 嚷嚷出声的这段时间 日出这个词最初建于 诗经汇丰高求 日出有药 高求如如 此时旭日东升光耀大地 给人以生机勃勃之感 在古代 卯时官员们要上朝 清点人数 点卯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老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告诉我们 要日出而坐 早睡早起 是健康的作息规律 晨时 早晨七点到九点 又叫时时 早时等 顾名思义是吃早餐的时间 这个时段在山中 非常容易起雾 传说龙喜欢藤云嫁雾 所以有人说 这是龙行云不语的时候 又正好是旭日东升 蒸蒸日上 充满朝气 此时最应该坐在晨光里 好好吃一顿早餐 开启美好的一天 四时 九点到十一点 又名日雨等 此时临近中午 艳阳当空 蛇正潜伏在草丛中 视为四时 这会儿是我们一天当中的 第一个黄金时刻 精力充沛 工作效率高 所以要保持最饱满的精神状态 做最重要的事 五时 十一点至十三点 日中 又叫日正 中午等等 此时的太阳正运行到天空之中 光线最强烈 阳气达到顶点 此后阴气将慢慢增加 相传这个时候 动物们都躺着休息 只有马还是站着的 所以五时 是属于马的 上古时期 五时也是人们去 集市交易的时间 一 细词下 有这样的句子 日中为世 至天下之名 聚天下之祸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未时 十三点到十五点 日测 又名日翼 日央等等 过了正午 太阳开始慢慢向西偏去 这是一天当中的第二个黄金时刻 要抓住时机 没完成的工作 可以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加油 生时 十五点到十七点 又名日铺 西时等 太阳偏西了 猴子最喜欢在树林里玩耍提叫 所以叫身时 古人常常以一个 哺字代替哺时 杜芙喜欢在这时散步 整缕不清无 荒庭日欲哺 白剧也说 旦夕春将晚 宁愁日渐哺 不要感叹日光西夏 天色将晚 而是要享受这大好的时光 有时十七点至十九点 日入 又明日落日晨等 意思是太阳落山的时候 这是白天进入黑夜的标志 此时人们开始收工返家 鸡也在窝前打转 准备栖息 飞鸟陆续飞回丛林里的家 日落而息 此时该结束工作了 天地有运行规律 人也是一样 太苦太累 是在透支身体 得不偿失 虚时 十九点到二十一点 黄昏又叫日昔日暮等等 太阳已经落山 天将黑而未黑 天地昏黄 万物朦胧 所以称为黄昏 人劳碌了一天 拴门准备休息了 狗狗也开始看门护院 最早使用黄昏的是屈原 他在离骚当中写道 西君与我成姓西 约黄昏已为期 腔中道而改路 黄昏是安静的时段 此时可以安静地读书 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享受一天当中 最惬意的时光 说起黄昏 我们可能还会想起 欧阳修的那句 月上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中国的时辰 不仅是机械的时间 还充满了浓浓的诗意 骇时 二十一点至二十三点 人定 又名订婚等等 是一天的最后一个时辰 夜已经深了 到了人们停止活动 睡眠的时候 孔雀东南飞里也有 昂昂黄昏后 记记人定初的诗句 人定 也就是人应该安静下来 这时候应该安抚心情 切勿心扶气躁 好好休息 才会有更好的一天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十二时辰 每时皆有智慧 每刻皆有诗意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志远书香 我是宁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感谢